欢迎来到小五故事会 献哥哥,他谁啊 陆婉容就看不惯蓝忘机用一双敌视 房子一样的眼睛看着他 于是,用同等不屑的语气道 看起来像个现眼包 走,咱们别理他 回你办公室吃饭去 说着就上手去拽魏无羡的胳膊 被魏无羡一巴掌拍开 轻声斥责道 别闹荣荣 然后扭头去看蓝忘机 惊讶道 蓝湛,你怎么来了 你没磕吗 蓝忘机没有立即答话 而是把眼前这个 胆敢勾打他老婆的女生 全身上下都打浪了一遍 才把视线移到魏无羡脸上 语气冰冷地问 我来的不是时候吗 打扰你们了吗 魏无羡文言一愣 随即也语气严肃道 你说什么呢 这是我陆叔叔的女儿 从小就没规矩 我们一起长大的 他老这样大大咧咧的 魏无羡其实试图在解释 可蓝忘机这回正在棋头上 又听魏无羡说 他和这个女孩一起长大 那魏无羡岂不是经常被这个女孩抱过很多次 想想就让他极度地发疯 蓝忘机锤在身侧的那只手 五指轻轻握了一下 提着保温盒的那只手 整个指节都因为过于用力而泛着冷白 蓝忘机紧咬了咬后草牙 冷声问 他是谁 还不等魏无羡回答 陆婉容又从魏无羡身后弹出个头来 对道 我是他妹妹 你又是谁 你给我闭嘴 魏无羡无奈地伸手 把陆婉容的脑袋按了回去 哪凉快哪待着去 或者回家去 好好陪陪阿姨 别成天就知道也 是兄长教训妹妹的语气 我不 陆婉容任性道 我爸说你心情不好 让我来陪陪你 我妈妈还给你煲了鸡汤 就在饭盒里呢 看着这两人你一句我一句的 蓝旺姬好看的眉头 微微促起 从陆婉容的三颜良鱼里 他很快弄明白了这女孩的身份 大概就是类似于世家的那种交情 从小的青梅竹马 那关系好点也的确无可厚非 但看着这女孩拿拿拿都挑衅的样子 蓝旺姬还是忍不住回他 我是他男朋友 句话秒杀全场 这下不仅陆婉容愣住了 就连公司过往的员工 也被震惊的目瞪口呆 又碍于自家老总在场 不敢多留 也不敢多看 三三两两的跑回休息去八卦去了 半晌 陆婉容才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不可置信道 显哥哥 他真是你男朋友 是啊 魏无羡说着已经走到了蓝旺姬跟前 抬手往蓝旺姬肩膀上一搭 搂着蓝旺姬笑了笑 你嫂子帅不帅 陆婉容眨了眨眼睛 他怎么这么不信呢 你以前不是说 你喜欢温柔温暖行的吗 他 陆婉容又把蓝旺姬整个人从头到脚的打量 审视了一遍 重肯的评价道 长得好看是好看 但看上去就冷冰冰的 他能温柔温暖 魏无羡赶紧着补 他很温柔 也很温暖啊 特别会心疼人 说着 还一点不顾总裁形象的捧起蓝旺姬的脸 就亲了一口 笑道 我可喜欢他了 我警告你啊 你不许没大没小的欺负他 这个举动彻底把蓝旺姬给哄好了 蓝旺姬身上那骨子寒气逐渐退去 脸色也缓和了很多 轻声对魏无羡道 走吧 回办公室吃饭 魏无羡按了一声 你又回家给我做饭啊 你下午没课吗 没有 蓝旺姬边说边拥着魏无羡的腰往办公室走去 但其实 他下午不是没课 而是有一节选休课 只是 他说到魏无羡 早上给他发去的那组 林又被抓的照片 怕魏无羡心情不好 便请家回来陪他了 谁知道 才刚来就碰见了魏无羡 被一个女生抱着的画面 说实话 刚看见那个画面的时候 蓝旺姬心里是有一瞬间的下沉的 倒不是他不信魏无羡 实在是作为曾见证过魏无羡 两段感情经历的人来说 他自身给予的安全感还是不那么足 也不那么自信自己能完全驾驭得住魏无羡 也不得不承认 他只要看见魏无羡跟谁又过于亲密的举动 就会担心极度的在市区理智的边缘狂奔 眼看着两人相亲相爱的 就要进办公室了 陆婉容害怕魏无羡 给他关门外边 赶紧也跑了过去 小声嘀咕道 男朋友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也要去送吃的 赶紧也跑了过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